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 奉了斗战圣佛 从此留在了灵山 也有人说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 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 还有人说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他只不过是说书人赌撰的一只猴子 但我要讲的故事 你们一定没有听过 这个故事得从一只金蝉树起 是有几个酒盘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存酒 你别缠了 误了事 小心咱们两个 被灵虚真人拿去下酒 大哥 小门口那边 好像传来些响动 别以神异鬼的 我大哥在这儿挖手 每个不识想都回来找死他 你新郎崽子看见 别以为就能过了老子这关 不好了 有个毛领和尚闯进来 来者何人 敢来此处 饶我清修 又是只猴子 施主 不如放下棍棒 也同我学点佛法 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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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 我 祖合 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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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莫非就是大王说的那个 天 人